哈喽大家好,我是Dolores 很高兴又见到你们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几天在丽江的旅行经历 我现在住在中国云南省大理市的古城附近 那这种古城呢,其实看起来都大同小异 都是一些古代的建筑 但是被现代人商业化了 在里面建了很多的店铺 大理古城是这样子 丽江的古城也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古城没什么好逛的 如果你已经去过一次了 那再看到这样的地方就会觉得审美疲劳 那我为什么去丽江呢 是因为最近在云南是雨季 我回到大理以后每天都在下雨 我的衣服洗了也不干 所以我觉得有点烦躁 就决定看看地图上哪个地方不下雨 最后我就决定去丽江 可是其实我去了以后发现 丽江也在下雨 但是因为我对丽江古城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 所以就没有在里面好好地逛 而是去了它附近的另外两个 没有那么商业化的古城 一个是树河古镇 还有一个是白沙古镇 还去了一些当地人才会去的菜市场和公园等等 我觉得比人造的古城看起来更有意思 那今天我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这段经历 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计划的人 去旅行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我就收拾好我的包 然后背上包出发 并不会安排好我今天去哪里 明天去哪里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崇尚自由的人 也想要去看一看到底我没做安排的时候 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那我第一天到了丽江呢 我就住在了一个民宿 那因为我也是一个数字游民 我有很多需要在电脑上做的工作 所以我到了丽江之后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找一个舒适的咖啡馆 去做我的工作 所以我其实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游客 那我第一天呢在丽江 我放下行李之后 就直接去了树河谷镇 因为我觉得那边我还没去过 可能没有那么商业化 没有那么讨厌 所以我就带着我的电脑去了那边 结果那儿就开始下雨了 但是在下雨之前 我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小店 那就是这个店 这个店呢没有主人 也没有服务员 他就一直在放一个广播 说店里所有的东西 无论大小 无论厚薄 都是15块钱 你只要拿了你的东西以后 扫墙上的二维码支付就可以带走了 所以这是一种自助购物的商店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在云南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商店 有的是卖面包的 有的是卖那种编织的包的 有的是卖这种围巾 披肩的 他们都是没有人在看店的 那这就需要 这个店的主人 有很强大的信念 去相信 每一个购物的人 都会自觉的付钱 那我在这个店里呢 找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东西 就是这条围巾 嗯 那它为什么很特别呢 首先它的颜色很漂亮 是这种彩虹的渐变色 其次呢 在丽江这个地方 它的少数民族 是纳西族 那纳西族呢 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一种文字 好像据说是 世界上最后的一种 还活着的象形文字 也就是说 还有人在使用的象形文字 我第一次用这个 不太习惯 我要一直拿着它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文字啊 很可爱 看不太清楚 这样看吧 它就像一个一个的图画 我放一些图在这里 你们可以看一看 它是一种象形文字 那这条围巾 虽然我不缺围巾 但是我觉得它太漂亮了 而且很有意义 所以就花了15块钱 买了它 这是我的第一个收获 然后呢 我就在小红书上 找哪里有美食的推荐 那在中国呢 很多时候 如果你需要帮助 需要建议 我们都会找小红书 那这个软件上面 有大家分享的自己的经验 所以可能以前有人去过树河 他们在某一个餐馆 吃了很好吃的饭 他们也会偷出来 然后告诉大家 这里什么东西好吃 我就这样成功的 找到了这个饭馆 它的外面非常漂亮 种了很多绣球花 然后虽然下着雨 但是在雨里看这个风景 也是有另外的一种感觉 他们的饭也很好吃 很便宜 我在大众点评 这个软件上 找到了优惠的套餐 看这条雨很大 但是其实只要33块钱人民币 所以这顿饭 我自己去吃 其实是根本就吃不完的 我非常努力的在吃这条雨 旁边的那个饭 叫做小锅饭 也是当地的一种特色 里面有米饭 有土豆 那在当地土豆叫做洋芋 还有绿色的青豆 那这几种材料混合在一起 做成了这种小锅饭 我也是为了尝一尝当地的特色 所以点了两个菜 其实我根本吃不完 这就是一个人旅行的问题 如果你想吃很多好吃的 可能你点了也吃不完 就浪费了 但是那天我真的很努力的在吃了 吃完了这个之后呢 我就找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咖啡馆 我说它的漂亮不是那种公主式的 或者是很豪华的漂亮 它就是看起来很简朴 然后色调比较 怎么说呢 色调比较单一 就是咖啡色的 白色的墙 然后有一些店主自己画的画 非常好看 然后在旁边就可以看到窗户 我坐在二楼嘛 看到窗户 看到外面在下雨 然后看到下面的当地人在聊天 其实是一种非常惬意的场景 我就坐在那儿工作了好几个小时 但是我完成了很多工作 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那在这个店里呢 我喝的咖啡也是通过大众点评去找的优惠 因为五城里面它主要面对的是游客 所以很多时候它都会卖很贵很贵的东西 比如一杯咖啡要四十块钱 五十块钱 我觉得太贵了 所以我那天就是在上面找到优惠券 花了二十块钱买了一杯咖啡 还是有点贵 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还可以吧 然后呢 我就回了丽江 在丽江找到一个所谓的苍蝇馆子 什么是苍蝇馆子呢 听起来好像不太卫生 对吗 其实就是说没有很豪华的装修 都是当地人去吃 然后因为它的味道很好 所以大家不在乎它看起来是不是干净 是不是很豪华 这样的地方 我在那儿吃了一顿很好的菜 我不记得我没有拍照了 如果有的话会放在这里 后来呢 第二天起来之后我就退了房 继续去找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来工作 所以我的中心还是要工作的 我找到了一个很可爱的咖啡馆 离我住的地方很近 就是离我住的民宿很近 然后店里有一只小狗 还有一个笼子里面有小鸟 对那里的咖啡 15块钱 我觉得还可以 那我在那里工作了很久 可是因为它的座位和它的桌子的这个高度 对人就是不是很友好 所以我大概工作了三三个小时以后 我的后背就很疼 我决定我要离开这里 然后我那天的工作也差不多做完了 我就背上了我所有的行李 我的一个登山包 去了一个当地人才会去的市场 在这个市场里 我发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 比如这个 这个叫做鸡豆 凉粉 那鸡豆 其实是说这种扁豆 那它的尖尖 看起来有点像鸡的嘴 所以叫鸡豆 是用这种豆子 做成的一种凉粉 然后上面撒了辣椒和酱油等等 很好吃 它是煎的 据说它的热量比较低 然后还有这种玉米粑粑 也是云南当地人会吃的一种主食 它就是用玉米做的 那很多人看到以后说 哎 这个好像跟西班 啊不对 跟墨西哥的那种玉米很像 玉米做的那种主食很像 对吗 所以我觉得 可能人们对于某一种食物的创造力 可能会比较相似 然后我还吃了这种鸡蛋 你们吃过鹌鹑蛋吗 在中国很普遍 就是这种小小的鹌鹑的蛋 然后它是用这种盐菊的方式做的 所以味道已经进到蛋里面了 可是没有很咸 因为蛋外面有壳 还吃了 哦 我还买了这种当地的土豆做的薯片 那当地有一种土豆呢 里面是红色的 如果你切开以后 不是完全红色的 是有那种红色的纹理 然后可以把这种土豆 切得非常非常薄 炸了以后做成薯片 都是现做的 很新鲜 然后撒了辣椒粉 啊 我在那个市场里面 吃得非常开心的时候 开始下暴雨 我就在市场里面躲雨 等于小了一点 我就决定去附近的一个公园 这个公园叫清溪公园 但是我越走天越阴 等我走到公园里面的时候 又开始下雨了 没有办法 因为为了保护我包里的电脑 我只能快快地跑 然后就在手机上找 附近哪里有咖啡店 可以躲一躲呀 就找到了一个特别豪华的咖啡店 就是我进去以后觉得 天呐 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 然后他们咖啡也有折扣 就是我在网上找到的折扣 而且他们的店员 还送了我一个免费的果盘 我觉得很可爱 对 然后这个店里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过来看风景的 因为他们的店很开阔 而且他们的装修风格也很特别 你可以看到全都是水 然后那里还有一个座位 我不知道谁可以去那坐 因为平常它是被水包围的 后来我发现 哇 他们很高科技 因为有一个地板 很大的一块地板 是可以移动的 就是说 如果 如果你坐在上面 然后有一个遥控器 它就可以把你一直送到那个水池的中间去 我就在那里一边工作 一边看他们在拍照 也是工作效率很高 因为可能心情很好吧 然后呢 咖啡店的小哥就注意到我了 然后他就过来跟我说 你怎么一直在工作呀 你是在加班吗 你是出来出差的吗 因为当时已经晚上八点了嘛 所以他觉得我怎么还在工作 其实我作为一个数字游民就是 我如果有个地方工作我就会工作 然后如果我工作完了我就会去玩 所以我没有很在意我几点在工作 那他说的话呢 就让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他就过来问我要不要再吃点水果呀 我说不用了 谢谢 然后他说你休息一下吧 一直在工作 然后我要不要拍照啊 我说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拍照 他说没关系 我帮你拍 他就让我去那个可以移动的地板 还是坐在那个沙发上帮我拍照 虽然他的拍照水平不是很好 我觉得因为他的场景是很大的 可是他只是集中在我自己那一小块上面 没有让别人注意到我是在一个很大的水池中间 所以有点浪费了这个场景 但是他的行为是真的很可爱的 他帮我拍了好多照片 然后我也觉得很感激 当然我也会在大众点评这个网站上给他写一个好评 这样的话别人下次也可以看到这个咖啡店 对 如果你想去的话 我可以把咖啡店的名字放在这里 如果你下次去丽江可以找一找 我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这一天呢就结束了 我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我不想在丽江待着了 因为我觉得我该去的地方都差不多了 我也没有准备登山的鞋啊 或者是其他的工具 我不会去玉龙雪山登山 所以我就决定去泡温泉 那么在云南呢 有一个地方叫尔园县 这个地方它下面可能是有火山的 所以它有一些火山的温泉 就是里面有硫磺 所以当地家家户户都会去泡温泉 那我也是在小红书上找攻略 到底去哪里可以泡温泉呢 大家的评论都是 满街都是 你只要去找一个你喜欢的就可以了 那这个话对我来说其实是很为难的 因为我是一个选择恐惧症的人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所以后面就好不容易打了一个拼车 从丽江开到了尔园县的一个街道上 我就站在街道上看我到底去哪啊 我有点无助 那么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县城 就是我背着一个很大的登山包 路上所有的人都在都在看着我 就是在偷偷的观察我 然后他们说的话方言的那个口音很重嘛 我也听不懂 我也有点设恐 我不好意思去问他们 你们觉得哪里泡温泉比较好 可能下次要勇敢一点 对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他们会不会骗我呢 会不会 就是告诉我他们自己家亲戚开的温泉 我觉得我就想太多了 然后在那条街上迟出了很久 我都没有做决定 后来还是就不停的在看手机上的评论 看小红书 找到了一家 然后就去了 真的非常棒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 怎么说呢 高科技时代的问题就是 人 我 比较害怕去跟人面对面的沟通 更倾向于通过手机 通过网络 去找到一些 答案 就是不需要自己去沟通 这是不是我们人类在进化中的一些弱点呢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对 然后我到了这个地方 泡温泉 它有个很大的游泳池 然后里面人不太多 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还有几个小的池子 那这个地方呢 是在一个田地的中间 然后前面种了一排的向日葵和玉米 那这种植物它们都长得很高 所以就天然的形成了一种墙 来包围这个地方 让人有一种 来自大自然的 保护隐私的这种围墙的感觉 然后我也很喜欢 所以我就在这里泡了一天的温泉 中间泡累了的时候 然后还拿出我的电脑 在旁边的桌子上工作了一会儿 对 我觉得我的朋友说 我是什么数字游民 明明是数字打工族 上班族 对 但是在这里也遇到了一些 很可爱的女孩子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姑娘 她一直在看阿里旺的书 我就跟她聊天 发现她也是从大城市辞职 然后搬到云南来的 她住在村子里面 自己装修了她的小院子 她每天就是在村子里面 也不跟人交流 会画画 会玩那个火棍 我不知道叫什么 你们看过吗 那种火的表演 然后还会去做杂染 我觉得特别棒 因为她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 艺术创作上 这是我特别羡慕的一种状态 因为即使我现在已经脱离了大城市 已经搬到了乡下的一个地方 可是我还是不停的在电脑上工作 我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安静下来 让我的心沉静下来 像她一样可以专注的去创作一些艺术的东西 那我虽然画画也不成好 也不会什么乐器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 慢慢来吧 我相信勇于那一天我会这样做的 那这几天呢 就是非常愉快地度过了 在一种完全没有计划 然后随机的安排中 找到了一种内心的平静吧 所以我特别想跟你们分享 我这几天的经历 那如果我的语速过快 你可以抱慢一点听 我没有用特别难的词汇 我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你 练习到你的中文 好的 那么就到这里吧 关注我 然后期待我的下一次长视频 Learn Chinese with Dolores 再见